高压电线塔顶为什么要有两根细电线? 最关键的是这两根细线并没有通往各家各户, 也就是说这两根线并没有输电的作用, 装那两根线难道是为了好看吗? 这里是知识天梯。 话不多说,这两根细线其实就是高压塔上的避雷线, 这种线一般由铁线制成通过卡钉固定在电塔上, 在避雷线的下部还连接着一个巨大的避雷网, 这个避雷网是埋在地下的, 这样就能够将雷电给引入地下,以保证设备免遭雷击。 由于避雷线是将雷电从天上引下来, 所以它也被称之为引雷线。 除了保护电塔以外,避雷线还经常用于其他建筑当中, 比如机房、发射架、变压器、电线杆等, 反正需要避雷的地方都得用到避雷线。 尤其是110到220千伏的高压线路上, 基本上全线都架设了避雷线,这样就能以防万一了。 当然,从效果上来看,避雷线其实就跟家庭线路中的保险丝一样, 可以起到一个跳闸的作用。 比如电塔在迎接雷电时,雷电可能会打在导线上, 也可能打到塔杆上。 如果这道雷电刚好不偏不倚地打在了导线上, 导线将产生远高于额顶电压的过电压, 像这样迅猛的电压,有时可以达到几百万伏特,堪比雷神之力。 一旦电压超过了绝原子的抗电强度, 这一连串的绝原子就会闪落,引起线路跳闸, 在这种情况下,停电现象就发生了。 这也是为啥以前打雷的时候经常会停电, 就是因为避雷线在作祟。 当然了,如今随着我国基建规模的持续扩大, 相应的投资也变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保证让每条线路都安装避雷线。 那面对这种情况,工程师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高压电塔也有避雷针,究竟安装在哪呢? 我国的高压电塔会在顶端架设两根避雷线, 然而随着我国基建规模的增大,线路的增多, 架设避雷线的成本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采取一种省钱模式了, 比如近些年来,新建成的220千伏高压线路, 一般都是采用一根避雷线,以节约成本。 如果是在雷击不严重的110千伏线路上, 施工人员甚至连的单根避雷线都省掉了, 直接在靠近变电锁两公里的范围内装避雷线。 至于其他地方,就由它去吧, 毕竟某些地方的线路施工量实在太大了, 尤其是像西电东宋这种工程,太过遥远, 不可能在全线安装避雷线, 否则成本方面根本扛不住。 而且过长的电路,电能损耗都会加大, 要知道,当电流通过导线时, 部分电能会慢慢转变成热能, 在这种情况下,电流也就损耗掉了, 随着线路越来越长,这种损耗也将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程人员只能通过提高电压 和减少电阻的方式来避免电流产生更多的损耗。 当然了,肯定也不可能无上限的提高电压, 毕竟发电厂发不了那么高的电压, 而且居民也用不了这么高的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高电压就像个烫手山芋似的说炸就炸, 也正因如此,所以才发明了变压器这种东西, 通过变压器就能将电压从高压转变成低压。 除了调节电压以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减少电阻, 比如现在的高压线路大多使用铝作为输电材料。 相比于铜而言,铝的电阻更小,导电性更好。 此外,铝还有强度大和密度小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铝线就不会把电塔给压垮。 更何况,相比于其他金属而言,铝的成本更低, 货源更充足,所以用铝来打造高压线路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人不触碰高压线,也可能会触电。 高压电线的成本很大,为了节约成本, 施工人员想出了一个办法, 干脆把包裹电线的绝缘层全部剥掉, 这样不仅能够减轻线路的重量, 还能节省一大堆塑料,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样成本确实是低了, 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那就是形成高压电弧。 啥叫弧光放电? 简单来说, 人在接近高压线的时候, 会突然看到一刹那的闪光, 紧接着人就会被超高电压给击倒了, 轻则受伤,重则死亡。 这其实就是没有绝缘层的高压电击穿空气的后果。 也正因如此,如今的电塔才架设的那么高。 一般来讲, 110千伏的电塔高度必须大于3.5米, 而220千伏的电塔高度得大于5.5米,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类被高压电给击中。 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 如今的各种电塔高度都在25到40米左右, 除非你自己爬上去, 不然高压电根本就电不到你。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就问了, 既然高压线路这么恐怖, 为何鸟儿站在高压线上不会被电死? 关于这个问题, 主要有三个因素可以解释。 首先, 鸟爪上的皮肤属于临质皮肤, 这种皮肤极其干燥, 所以不会让电流导入。 相反, 假如身体沾上了水或者不明液体, 这样就容易导电了。 其次, 只有火线和灵线并起来, 这样才能导电。 但是小鸟一般只站在一根线上, 无法形成闭合回路。 第三就是, 由于鸟儿两只脚的距离比较近, 所以两脚之间产生的电压比较低, 如此一来, 小鸟几乎就电不死了。 可见身材小也是一种优势, 尤其是处在那种极端危险环境的时候, 小小体格反而能保命。 支持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